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eedy却是个放进人堆里都找不出来的乖乖女 在Jennifer身边就像陪陈的小草一样 活在Jennifer的光环之下 一天 楼乐队来到小镇演出 Jennifer与Needy晚上去看 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Jennifer想勾引乐队主唱 Needy虽然和男友Chip约了打炮 但是友情始终摆在第一位 她放了男友鸽子 夜晚到了酒吧 Jennifer媒态十足主动送上门 成功获得主唱的注意 主唱一看 哦 送上门来我还不笑那就太不解风情了 于是与Jennifer演出后见 Needy在Jennifer去买酒的时候 听到主唱和其他几个乐手 在打Jennifer的主意 于是过去告诉主唱 这个妞是我朋友 你最好别打她主意 说着 酒吧里找起了熊熊烈火 大伙四散逃命 Jennifer吓得没了魂 不过看到乐队主唱现身 此时的Jennifer骚虫上脑 居然跟着主唱上了房车 Needy阻拦魏果 一个人回到家中 她给男友打电话抱怨 对不起亲爱的 让你一个人独守空房 表演中途起了大火 Jennifer这个倒霉娘们 却抛笑我跟着乐队走了 真的是重色亲友的家伙 男友说 没事啦 我已经在梦里和周公来了一炮 正说着 Needy觉得屋子里有动静 挂了男友电话一番查看 原来是Jennifer来到她家 只见她满嘴满身血迹斑斑 转头去冰箱里吃了Needy家的鸡 Needy阻拦说 不要吃这是给我妈妈留的 可说是吃那十块 Jennifer一口咬了下去 但是鸡好像不太新鲜 Jennifer突出一大口 黑漆漆的液体 并把Needy按在墙上说 大鸡大力晚上吃鸡 可是你的鸡已经馊了 说完扬长而去 直到第二天在课堂上 Needy还没回过神 Jennifer的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过一样 班主任对于昨晚大火中 丧生的血声十分心痛 可是Jennifer却心不在焉 这让Needy觉得 她好像换了个人 Needy和男友Chip 说起Jennifer的怪异表现 Chip却说宝啊 你是着了大火 吓坏了咋了 晚上尿抗霉呢 男生柯林打扮得 重金属摇滚风 他问候在大火中 幸免于难的Needy Chip却有点想吃醋 没想到我戴着 酒瓶底眼镜的小女朋友 还有别的追求者 Needy却谦虚的说 那当然追我的人 都排到法国了 学校的棒球主力队员 大雄在被昨夜大火中 丧生的好哥们小强 难过不已 Jennifer过来安慰他 姐还顺便这位同学 小强临死 让我给你捎个口信 大雄说咋的 说着Jennifer把大雄的手 放到自己胸口 感觉到小兔子在跳了吗 跟我走 于是Jennifer把大雄 拉到小树林 摸摸索索一番 说你是不是还想小强 马上你就见到了 然后张开血奔大口 只听啊的一声惨叫 正在停车的班主任 听到大雄的惨叫 还以为他在抒发 对小强离世的悲痛之情 等走近一看 大雄的五脏已经被掏空了 Needy和Jennifer通着电话 Jennifer说 感觉自己已经变成神仙了 并且丝毫不顾及Needy的感受 问你男友Chip的小弟弟啥尺寸 这时Chip来电话 并约Needy到公园见面 告诉他大雄死了的消息 悲伤的情绪在学校蔓延 Jennifer却荣光焕发 然而一个月后 到人们再度纪念起 这场大火带来的悲剧时 Jennifer却面色惨白 形如枯稿 你得说 你是不是快来姨妈之前的综合症呢 克林走过来 约Jennifer参加午夜恐怖秀 Jennifer说 你还不够恐怖吗 这男人画着娘妈唧唧的黑眼圈 还把耳环砸嘴唇上 你是牛啊 克林尴尬地走了 Needy却说 看一个人应该看她的内心 而不是外表 可是Needy却不知道 正是她善良的劝慰 成了断送克林性命的关键字 Jennifer叫住克林 并邀请她晚上一起看电影 晚上 Needy和Chip这对看上去 蜈蚣害的正常小雄女 中规中矩地 做着人类最伟大的创世之举 同时克林也按照Jennifer 发来的地址开车到达 克林看到二楼的灯光 于是停好车后 从窗户爬了进去 满地的蜡烛燃起了浪漫的味道 Jennifer的小蛮腰 让克林不知所措 等等 姐你知道我姓神名谁 是哪班的吗 Jennifer说 我管你那些呢 说着就拔下克林的裤子 接着Jennifer好像 换了一副美瞳 这把克林可吓坏了 于是Jennifer这么一扭一撕 当场把克林给吃了 Needy正和Chip享受雨水之欢 却出现了幻觉 好像她能够感受到Jennifer在左腰 于是哭着开车回到家 在半路撞到了刚吃饱的Jennifer Needy恐怖地跑回家 想着发生的一切 半夜Jennifer出现在 Needy的床上 并勾引她玩亲亲 还告诉她大火那晚 楼月队把她带到瀑布边 进行了魔鬼的祭祀 可怜的Jennifer 被五花大宝身上挨了树刀 就这样被抛弃在瀑布边 醒来后Jennifer就像有特异功能 伤口能够自动愈合 并且能够从老么高的窗户上 跳下去却好发无损 Needy翻遍了图书馆 所有关于魔鬼祭祀的书籍 她盖着盗用处女寄陷魔鬼 但如果不是处女 献祭失败 邪恶的力量将会将人反噬 只有用一把匕首插进心脏 才能杀死恶魔 学校即将举办舞会 Chip邀请Needy参加 Needy却心事重重 和她说起Jennifer被献祭 但早就不是处女了 所以被魔鬼附体的事情 Chip觉得自己的女朋友 更年期提前了 并劝她去看看医生 舞会如期进行 大家都把自己打扮成公主和王子的样子 Needy在舞会左等右等 也没瞧见Jennifer和男友 突然一攀脑袋 Needy心说坏了 而此时Jennifer已经把Chip搞到手 歇吻了她后 把她带到废弃的厂房里 Chip内心恐惧又好奇 自己女朋友的好朋友 究竟是什么滋味呢 然而好奇害死的不是猫 却是自己 Needy赶到时 Jennifer正在啃食着男友的搏梗子 Jennifer此时有了东方不败一般 悬在半空警告Needy 哼 即使我不勾引她 还有别的女人勾引 这样的男人你要她有何用 Needy说 呆你这个妖精 哪命来 Jennifer被Needy激怒 扬言要将她一起吃掉 Chip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将鱼网的另一端插进Jennifer的腹部 然而这对于一个魔鬼来说 并没有任何卵用 Chip后悔自己没有听女友的话 终被魔鬼害死 说了一句 I love you 然后就挂了 Needy仰天长痛 回到家 她想着Jennifer这个beach 毁了自己的好日子 于是换了身夜行衣 从Jennifer的窗户闯了进来 Needy疯狂地嚎叫着 将笔手插进了Jennifer的心脏 然后就在Jennifer妈妈的面前 跳下窗户消失了 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 当然不会 害Needy失去男友的是Jennifer 但是害她失去好友Jennifer的罪魁祸首 还逍遥法外 她在公路上搭了老头的车 来到楼乐队巡演的最后一站 当这个走红的乐队受过粉丝追捧 和闪光灯的啪啪啪后 全体被Needy一举歼灭 在下榻的酒店房间里 Needy被判刑关进监狱 但是此时已经拥有邪恶力量的Needy 根本不care厚厚的水泥墙 因为她已经生仙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想看更多的有趣视频 欢迎点击频道首页 记得订阅大聊电影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